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根产量的文章也描述了大量元素跟微量元素之间117种的作用模式和对产量的效益 文章提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说 当有两种元素同时缺乏时 只要把它们补齐的话 在产量上面会有很大的效果提升 第二个就是大量元素之间的作用结果 对产量的提升有协同作用 然后通常会产生结抗作用 影响到我们的产量大多都是二价氧离子 因此合理化的施肥 把握合理的施肥次数 另外 还有施肥元素的均衡性 科学化管理作物的营养 才能让经济栽培有更好的效益 这篇文章用了一个在1990年就提出来公式 这个公式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Y指的是产量 A跟B是指营养元素A跟B带来的作物产量 它们其实是正比于A元素跟B元素 个别使用时产量的成绩 Y0代表的是控制组 看看右边的红框里 当YRB就是这两个元素共同带来的产量效益 大于个别元素带来的产量效益成绩的话 表示它是一个协同作用 就是1加1大于2的意思 那如果是小于的话 就代表是这两个元素之间有结抗的作用 也就是1加1小于2 如果没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就是一个相似等号的符号表示 这个是报告里面提出的两个具有协同效益的案例 上面那个图指的是水稻 水稻在每公顷使用150公斤氮的情况之下 当添加磷肥跟钾肥时 会有不同的协同效益出现 黄色的部分是磷肥 每公斤添加了100毫克跟200毫克的磷肥 和100毫克及200毫克的钾肥之下 发现到同时添加最高量的磷肥跟钾肥 对水稻的产量有更好的提升效果 是一种协同效益 小麦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评估使用氮肥的时候 如果大量元素淡跟铜的量同时提高的话 它也会产生最高的协同效应 挂号里面的数字代表相对产量 对比原本的产量是1 这个是作者总结114个研究报告里 发现到元素跟元素之间的三种作用 左上方的部分绿色框起来的 主要是大量元素跟微量元素之间出现比较多的协同作用 尤其是大量元素跟大量元素之间 最多的研究都在氮肥跟磷肥之间 挂号里面的数字代表的是研究报告的数量 右上方结抗作用是出现在微量元素 尤其是红色这个部分的铁、蒙根芯 都有研究报告揭露跟大量元素 或者是其他中微量元素产生结抗作用 下面那张图是没有交互作用的研究 黄色框的部分是氮磷钾 其实也可以说有协同作用 也可以说没有交互作用出现的情况比较多 在栽培过程中添加一些元素 对氮素的利用率往往有很大的提升效果 最左边部分指的是不同的作物 包括油菜、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大豆这些作物 原本的淡素利用率用蓝色部分表示 但是如果额外添加一些元素 比如添加硫、磷、铁等的话 新的淡素利用率就会明显地提升 也就是出现在红色的区域 比如说第一蓝是油菜 原本的淡素利用率只有0.7 当每公顷增加了60公斤的硫 它的淡素利用率就增加到5.8左右 上面的表是没有交互作用 下面那个表代表的是有结抗作用 在大豆上 不管我们增加多少的零货钾肥 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产量没有特别明显地提升 这个相对数字是1.46 而预估的产量则是1.51 虽然没有增加 但也没有明显的减产 因此归为没有交互作用 下面的表是小麦 在微量元素跟中量元素方面 当增加美肥的用量 跟增加新肥的用量 实际上会导致减产 因为预估使用美肥的相对产量是2.7 但是如果刻意把这两个元素的量提到最高的话 其实它的相对产量只有1.9 变成减产了 这个表主要是跟大家说明 其实根细胞的对氧分吸收 在根系细胞的层面 是有很多渠道的 有的是蛋白质类的渠道 有的是专属的通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绿色框起来的部分 有一些特异性的渠道 看到这个ATP的话 意思就是代表它们同时可以运输多种离子 但前提就是它是一个植物耗费能量的情况 就是需要消耗ATP 作者这边有提到 氨离子转运蛋白跟钾离子通道蛋白 其实这两个是有互相影响 而且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不管在作物哪一个阶段都持续存在 主要的说法是氨离子可以影响到钾离子通道 但是钾离子通道不会影响到氨离子通道 这两个元素的交互作用十分复杂 也不能单纯从细胞膜的层面来解释 交互作用那最下面的几个是微量元素 比如说铜、木的转运的渠道 大家看完这个表之后 其实会发现到说并没提到铭 铭离子是透过什么渠道进入作物体内的 实际上这个课题的研究还是非常的少 也是未完全了解的机制 论文的总结 114篇报告的汇翠分析结果 发现有43个研究 元素之间是有协同效益的 有17个出现结抗的效益 然后有35个是没有明显的交互作用 三个结论是整篇文章的重点 当两种元素都缺乏的时候 主要是大量元素都缺乏的时候 如果把不足量补足之后 产量通常会有大幅的提升 可高达1到3倍以上 那大量元素之间的作用结果 通常对产量的提升是具有协同作用的 这点跟第一点是相当的 另外二价的氧离子 通常在产量上面带来结抗作用 所以最后的总结 同时也是文章里面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肥料的利用率是提升作物产量的关键 也是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千万不要犯了缺什么补什么的错误 不但对作物没效果 还消耗作物的能量 所以必须全盘评估作物长势 并将缺速问题用预防剩余治疗的观念来管理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